你不快乐的时候我也在 你快乐的时候也在 不爽的时候我也在 你想发脾气的时候我也在 让他知道说 I'm here 我就是陪你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现在这样唱歌是不是要副本权 对 真的 你曾经对我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已经要付钱了 好 我唱两次 对 等一下要去一个秘密基地 那你兴奋 你不紧张吗 我不紧张 我只是很兴奋 我看你不要带我去哪里 我现在比较在想什么 要走哪里 我是跟着车去哪里 去哪里了 去哪里了 大家 你是不是已经迷路了 你拍摄影小鱼的时候你应该算是 应该蛮开心的 那我觉得我刚刚开始拍戏的好像上学 很单纯 如果叫你那个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叫你选的话 你会选哪个心 感情还是事业 那个时候 对啊 感情 感情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让你那个 搞得更戏剧化一点 比如说那个什么眼睛蒙起来 然后 不是这里 这里 这里 它叫做Yang咖啡 好 它是一个记忆会馆 对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由一群 他们都不太记得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他们开了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进去 进去 跟他们的咖啡 好 两位好 你好 欢迎光临 非常好 我是奶茶 这是张姐 我是张艾佳 你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进来咯 光临 请进 谢谢 你跟我来 好 我们是在2008年的时候 她52岁的时候 我们在跳国标舞 跳得很快乐 突然转一个圈 她就对我笑一下 然后就在我面前 像气球一样 就这样滑下去 那时候我们妈 是我们医院 是 医生在诊间就跟我说 邱太太 你先生得的是失智症 可是一般的人这样子跟你聊天 都不觉得她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那你觉得 她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呢 太多了 是吗 今天早上起来一直问我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几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今天星期几 那没关系 你看过你就会记得 可是她看过 她不会记得 你可以看我很多访问 我很喜欢对得清楚 说哈喽哈喽 今天是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是 今天到底星期几 我 我觉得今天星期几 你们回头看一下 后面有个彩虹笔 彩虹记忆原子笔 对 好像确定 用这个 用这个来记忆多好 就是红尘栏绿栏绿紅 aika 团尘房绿栏燕址 对 你觉得你最困难的 是什么样的精力 使你 可以在往前走那一步呢 常常难 可是我们常常都勇敢地跨过那一步 尤其是在加副病房那个时候 医生说如果再不醒来他就要弃切 你再救起来可能是植物人 我听了我真的是整个心就揪在一起 他从认识我到现在照顾我三十年 如果救不起来 就让我照顾他另外的三十年 其实我很爱他 他也很爱我 我们真的很相爱 所以我们就跟医生说 一定要帮我们救回来 虽然你要天天照顾他 可是你至少都能够管着他走路 随时随地有个人可以讲话 他都听得懂 他其实很听得懂 你看他非常爱他的太太 所以太太照顾你的好好对不对 所以他是最美丽的 比张爱佳跟刘若英都漂亮对不对 这个不要再当面前了 又很尴尬 我刚刚有跟你们讲说 这个长笔的功用吗 有 有啊 这就是失智者 对 没有关系 又会问你一次 对 他就是一直重来 重复一些事情就一直问 那我想知道 照顾失智者 对辛苦或者最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年轻型的 他跑起来我们追不到 因为 我以前追老婆就是这样追的 因为以前他住高雄我住台北 我每个礼拜六 我一下班我一定马上坐第一班车下去高雄 然后 礼拜六礼拜天 跟他在一起 快乐 礼拜一 再坐第一班车 回来台北上班 其他我觉得他是骗你的失智 他就是要你这样子念在他旁边 其他做了所有的事情 陪他 他才不会跑 对 你好聪明 不要讲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莱莱你为什么会想到带我到 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我觉得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会有很多 对于记忆 这件事情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又开始会面临很多的不记得 然后我们的家里面也开始有一些 不要说上游老 他们也开始会遗忘 包括我们身边的人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常说我想要忘记 有些东西我就是不想记得 可是忘跟记其实是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有一些东西你就是忘不了 你永远会记得 有些东西是你想要记得 但是你却把它忘 你一定觉得这里有很多的故事 是会让你很感动的 所谓不管是生什么病 其实不只是食指 就是说你照顾者跟陪伴者 他所要承受的东西 其实是比那个忘记的人更辛苦 对 我越来越少去谈爱情 并不是我觉得爱情不存在 而是说快乐的时候我也在 你快乐的时候也在 不爽的时候我也在 你想发脾气的时候我也在 让他知道说 I'm here 我就是陪你 嗯 真的就是陪伴 真的就是陪伴 我就是陪伴 也快乐的时候我 不够 对 我不要